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又上阵了,这次没有被黑,为什么? 原来,杨子参加综艺节目《你好》星期六,被网友扒出来。 热搜不断,可见观众的喜爱程度。 最近,杨子参加了综艺节目《你好》星期六,这让他成为了热门追捧者。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他受到公众的欢迎。 作为演员,杨子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,还在综艺节目中展现了多才多艺的才华。 在快乐大本营中,他凭借亲和力和幽默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, 在中餐厅中他以严格的要求和对生活的热爱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 观众的受欢迎程度决定了演员的未来。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,拥有广泛受众的演员往往更容易受到业内人士的青睐和认可。 而杨子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。 然而,受到大众的欢迎并不意味着演员就会成功。 在娱乐圈,成功需要演员有扎实的演技,不断提升的专业素养,坚持不懈的努力。 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演员在事业上取得持久的进步,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杨子将继续保持优异的表现,不断完善和拓展自己的表演领域, 为大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。 肖战加盟微博之夜后,知名导演发来贺电,一番话粉丝很有感触。 肖战作为优质偶像,不仅在娱乐圈备受关注,在粉丝心中也备受尊敬和支持。 正如著名导演刘喜龙所说,肖战,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是如何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, 因为外人只看你飞得高不高,而不看你累不累,所以做你应该做的事,走你应该做的事。 走的路,不要退缩,不要动摇。 刘喜龙主任的话不仅是对肖战的鼓励,也是对大家的激励。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,你要面对各种压力和困难,但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,走自己的路,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肖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他曾说过,没有一帆风顺的路,只有坚持不懈,才能实现目标。 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梦想执着追求的信念。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经历了无数的努力和付出,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 他始终相信,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,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。 不过,作为优质偶像,肖战并没有遇到困难和阻力。 他在娱乐圈的崛起并不是一帆风顺,一度有人质疑他的实力和能力。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,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努力。 他知道,只有不断的努力,实力的提升,才能让人真正认可他的实力。 与此同时,肖战的粉丝也是他的坚定支持者。 他们不仅是肖战的粉丝,也是肖战的战友、伙伴。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,表示将与肖战同行,做好自己的事情,谨言慎行。 他们对肖战的支持和认可,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努力,更是因为他的真诚和坚持。 然而,就像任何行业一样,演艺圈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有些人总是会在幕后搞小动作,试图破坏一些人的声誉和形象,以实现自己的利益。 但幸运的是,相信他们的人越来越少。 人们对真理和真诚的追求,已经逐渐超越了一些流言蜚语和黑暗阴谋。 肖战和他的粉丝都知道,只要坚守信念和原则,努力奋斗,真理和力量终将得到认可和肯定。 微博之夜盛典即将开始。 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活动,众多明星都会参加。 作为其中之一,肖战无疑是备受关注的对象。 我们期待看到他的出色表现和精彩表现。 同时,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,不要退缩、动摇。 尽管过去,现在乃至未来他可能会面临各种动荡和挑战,但我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面对和应对。 未来充满希望。 肖战不仅是优质偶像,更是成功的代表。 他的努力和坚持值得我们学习和学习。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,我们都应该像肖战一样,不退缩、不动摇、坚持梦想和目标。 努力前行。 通过不断的努力,我们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名人电影人气贡献榜,肖战胡歌陆寒前五,杨子弟九。 近日,名人电影人气贡献榜出炉,引发热议。 说起来,这份榜单统计了过去一年上映的所有电影作品,以及主演。 他们或出演这些作品,或担任配角,但都为其中贡献了自己的人气。 名人电影作品热门贡献榜,易烊千玺,周东宇,陆寒,胡歌,肖战,黄景瑜,舒淇,白宇,杨子,廖凡。 此外,陆寒也为电影《上海堡垒》贡献了很多人气,排名第三。 虽然很多人批评陆寒毁了这部科幻电影,但是想一下,一部电影的成败,一个演员怎么能有所作为呢? 能轻易决定吗? 如果是这种情况,那么看任何电影,只看演员。 最终,肖战也凭借着自己的流量和知名度,将朱仙带到了第五名。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大荧幕。 这样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。 我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